出去后 我便娶你做我的嫡后 嫡后 此处夜色更浓 趁得这佛林花还更美了 那些孩子 我小时候经常像他们一样 跑来跑去的 我四叔他养了一只坐骑士 只金卫鸟 我小时候他经常欺负我 有一次我睡着了 他就把我的皮毛全都涂黑了 是 你小时候经常被欺负吗 才不是呢 那些学术的同窗们想要巴结我 孝敬我都来不及呢 敢欺负我的 也就只有那只小精卫了 不过后来我就给他报复回来了 你是怎么给他报复回来的 有一次我趁他午睡 我就在他肚子上放了一只兔子 等他醒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 那是他生的 他当场就给吓哭了 做得好 可是后来他知道是被我耍了 然后他就追着我跑了两个月 为什么是两个月 因为两个月后就是年终大考了 他想要抄我的上古史 你的上古史绣得很好 那时候我喜欢你 你是上古英雄 一部上古史就是你的辉煌战功史 我那时还想过在你喜欢的科业上 也用一用功 无奈你最喜欢的是佛礼 我真就有心无力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不太明白 为何天天打打杀杀的人 还能将佛礼习得通透 后来有一日我突然就琢磨明白了 那些成天会见杀人的人 也未必不能将佛礼参得通透的 大抵啊 要把好的坏的 都见识到极致 内心还能帮容天地的人 才能够将佛礼参悟得如此通透吧 我还知道你喜欢钓鱼 可惜父子没有安排这门客 小白鱼 帝君 其实 您是堪称我今日心情不好 才带我来过女儿节了吧 为什么 自从沈夜入府以来 我就像安兰惹一样 一直同她有书信往来 从这些信仙中 我能感受到安兰惹 对沈夜的用心和爱的沉重 我为她感动 也为她难过 你不必陷得太深 小白 你不是阿兰惹 不必体会她的痛苦 我会尽快想办法让我们出去 你只管安兴养好渊人 出去后 我便娶你做我的弟侯 我便娶了 你看我 我便娶你就 你哪怕 我便娶你 我便娶你 那种 我便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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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娶你 你娶你 我便娶你 你又便娶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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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在这儿相包了 我们去看看吧 好热闹的 怎么这些人越走越快啊 帝君 快走 快点 帝君 人多混杂 当心受伤 来了来了 你知道吗 据说每到女儿节这夜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座巫女楼 传说这是上万年前 天上掌管巫女心的巫女君 赠给比鱼鸟族一位王子的定情物 哦 是吗 嗯 可惜比鱼鸟一族 从不与外族通婚 所以 两人只能相识却无缘相守 只留下这座巫女楼 每年女儿节的时候 出现在这里 你怎么了帝君 没什么 后来呢 后来呢 这里就变成了姑娘们 登高向心爱的男子 抛洒香包的地方 若心上人自楼下经过 姑娘们便将香包扔到他身上 那男子如果收下了香包 便会陪他一夜畅游 说好了 一会儿若有人向你抛洒香包的话 你千万不能收 因为你是有主的 你笑什么 我说的你可听清了 听清了 不结香包 已经有主了 为了以防外衣 把这个带上吧 我觉得 脸红成这样 你应该比我更需要这个吧 走